今天我們要炒中式滑蛋 中式滑蛋其實是很簡單的東西 只要大家懂得一些技巧 便可以炒出來 生鐵鍋 炒中式滑蛋 必須生鐵鍋 因為要做到一個效果 叫做冬油熱鍋 耳機鍋是做不到的 所以一定要用生鐵或熟鐵鍋 或者用不瘦鍋鍋都可以 可以做到冬油熱鍋 其實沒有什麼要準備 要不要加牛油、牛奶、水 這些就除了 就算不加也能炒出一隻好看的蛋 我們炒兩隻蛋 雞蛋也是沒有技巧 不然就這樣炒 不用打到起泡 等級別的東西 想好吃一點就加少少鹽 加少少雞粉 加少少麻油 再炒 首先第一件事 雞蛋一定不能黏鑊 一黏鑊就會失敗 就會太老了 不黏鑊就是凍油熱鍋 怎樣做到凍油熱鍋呢 首先我們要慶熱這個鐵鍋 要大概慶熱它 慶到它出煙 慶到它出煙 然後我們就再下油 下油後就立即落蛋 就開始炒了 我們現在事不宜遲 立即試一下 開火 首先就大火 燒熱鍋之後 我們就轉為中火 炒 這個最重要是要快 要手氣刀 有少少沒有煙的狀況 就代表夠熱了 熱油熱鍋可以嗎 熱油熱鍋是容易黏底的 所以為什麼要凍油熱鍋 就是這樣 出煙了 大家看到了 我收回中火 好 好 好 我們現在放油 油在外面 放下去 好 這樣呢 放均勻它 好 這樣就可以放蛋了 好 怎樣呢 好 讓它可以把橙子帶在中間 橙子帶在中間 橙子帶在中間 等它再繼續炒熱鍋 好 這樣 黙橙子帶在中間 好 消火 搞定了 給大家看看 這個狀態 好 上碟 看看 你看到一層一層的皺紙 非常薄和滑 看看它的狀態 滑蛋的狀態 混蛋